Hello大家好,我是摩根 今天视频的主角呢就是改版后突然崛起的霸王级装备 雪魔之怒 由原先的被动触发技能改为手动释放的主动技能 缺点就是怕遇到真实伤害的英雄 装备特性 逐渐扣除30%当前生命值 会逐渐获得最大生命值40%的护盾效果 开启期间会获得80点物理攻击 持续4秒 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现在只有100血量 开启雪魔后就剩70点实际血量 会提供给自身40%最大生命值护盾 如果你血量是2000 提供给你的就是800点护盾值 当然了 作为一个边路的坦克或者偏坦克英雄 血量5000甚至更多也是情风加愉快 简单来说就是以最低的血量来换最高的护盾 在4秒内搞定对手来达到逆境反杀和逃生的作用 个人推荐自身具有一定坦度的英雄 曾皇 曹操 花木兰 凯皇 典尾都可以作为核心装备使用 这些英雄都是具有持续作战能力或者爆发极高的 东皇在塔下吸人的时候 免不了被换掉的尴尬 除了血魔之后 虽然血量会降低当前30% 但是他能给我们带来一个高达自身最大生命值40%的护盾 不但能提高我们杀人出塔的几率 还能提高我们的反杀能力 像曹操这种自带免护吸血的人出进人堆 残血的时候一个大招 血魔直接有80%的几率反杀对面 并且可以轻松逃生 本身回血机制超强 如果被别人包围的时候 开启新版血魔 自身大招回血解控提升输出 血魔提升输出 又极少的血量 换来最大生命值40%的护盾 等护盾掉下来的时候 我们的血量又是一步凳天 满血都不夸张啊 又有几条命的曹操 犹如魔神下班 就问你怕不怕 类似花木兰这种灵魁服务英雄 也是保命的利器 与鸣刀不同的是 这款装备更像是编露的鸣刀 编露本身生命值较高 除鸣刀不如出一件抗性装备来的划算 新版血魔的出现就打破了这一僵局 装备有坦度 还能提供输出 主动释放能灵魂运用装备释放的时机 面临一多打扫跟别人硬刚的时候 开启新版血魔 瞬间扭转战局 从逆境变成顺风 新版的血魔作用固执这些 战路大哥都非常适用 海皇 点尾 在血量极低的时候开启血魔 配合自身的回血 那是个什么局面 可想而知 这件装备比较适合坦度偏高的 近身脚石棍英雄 坦度太低会影响使用效果 不如一件输出来的划算 60秒的使用频率 可以轻松应对任何一场团战 当然不要提前出 运有一定弹度后再出会有行销 建议第三件 大家赶紧去试试吧 新版血魔之怒为你保驾护行 我是蒙根 咱们下期再见